剛剛的這個有沒有 剛剛這一切割部分 那主要我這個切割完之後 主要就是要把這些 再把它放到一個 例子3裡面 就是二維的串列 串列裡面還有串列 然後再塞到資料庫 用那個SQMany昨天講的東西 然後把它寫進去 所以怎麼寫進去 第一個我把這一段先註解掉一下 因為我底下就是拿昨天的來改 首先的話第一個 建立資料庫 它有一個SQLite 3 所以記得這個SQLite 3 一定要先 import 那import的話你可以 import request之外還可以 import什麼 import SQLite 3 中間加個豆點就可以了 一定要import 如果沒有import不能用 ok 然後呢Connect 那我要Connect到哪裡 也許我們之前都Course01 如果你要fine的沒關係 你要market.db ok 我們又產生一個新的資料庫 然後放哪裡呢 也是一樣 放在它的旁邊 這個城市的旁邊 然後先drop掉 如果它有存在的話 這個昨天講過了 SQ 然後再來create create的話呢 就是再產生一個market人衣 那裡面的話五個欄位 那我這邊的話日期用date time 然後種類用文字好了 市場文字文字 然後平均價格因為它有小數點 有沒有 點00嘛 所以你如果這個地方 假設用那個 用integer的話 那它變成點 小數點不見了 所以怎麼辦呢 我用double 多一個新的 這個是浮點的 以後如果浮點你用double 好 那一樣建一個table 接下來的話做什麼 把剛剛有沒有 剛剛寫的這一段 就是for回圈 串接好的那個list 並且清除掉那個空白 最後append的到哪裡呢 append的到list3 所以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list3 那為什麼要這個list3 昨天有講過 因為我需要 什麼呢 用excusemany 所以我就把剛剛的這個串列 一個一個再放串列 就變兩二維串列 最後如果說我要用excusemany的話 特別注意 我可以產生一個什麼 seql語法 或者如果我不產生一個seql 像前面本來這邊是會有個什麼 seql3 如果你不要seql3 也可以 跟剛剛之前一樣好了 這邊的話你可以 seql3是等於是這一個 這一串 當然如果你 因為我之前可能覺得說 這個太多餘了 所以我就直接 乾脆把這個字串乾脆放進來 就不用再多一個seql3 這裡 不過我寫一樣 就是insert into 哪裡呢 就是在market裡面 values就是五個欄位 然後裡面excusemany 你就把這個 有沒有 seql語法放到這裡 然後把這個list放在這裡 他就知道說你全部東西 我就把你一次全部放進去了 然後最後commit 最後close 然後就最後 看一把print 新增成功 不過我這邊好像沒有寫print 不過這個print 寫不寫沒有關係 至少你要能夠知道一下 已經成功了 所以乾脆打個ok 這樣比較簡單 好 確定新增的 應該沒問題吧 這昨天都講過 只是說因為昨天可能 時間比較 就是距離 太近了 所以有時候你們回去 還沒有時間複習 所以回去可能再看一下 好來 把這個執行看到不ok 下載之後看到資料庫裡面去 這個時候底下顯示ok 那表示什麼 資料已經進到裡面去了 如果要開啟 因為我這邊slice沒寫 所以我可以利用那個seqlite browser 先用這個去看一下 開啟什麼呢 開啟有market.db 打開 裡面有沒有一個market.db 結構在這邊出現了 是5個欄位 browse data裡面有沒有東西 看一下 有這些東西 日息 種類 一直到平均價格 平均價格應該是double 所以少數點有幫你保留下來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資料庫部分 因為那個seqlite menu要很熟悉 因為昨天有講過 所以我們講得比較快一點 好 那早上的話 主要就是下載資料 然後切割資料 再來就是把它新增到資料庫裡面 ok 那下午的話 我們可能就是在做一些變化 就是在把它做slice的變化 然後再來就是其他格式 也把它下載 然後也是一樣 可以丟到資料庫裡面 那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們乾脆看不看要換成myseql 你買seqlite menu 不一樣用途 如果你單機的 也許有的時候是兩邊互用 比如說你自己個別的你先用完 你不要沒事一直跟myseql存取 不用 因為你自己這邊先存 存到滿了之後你再丟過去也可以 OK 兩邊其實是可以交互使用 不是說只一邊 因為有的人好像是就單單一直對myseql 那loading太重了 沒事就跟他要資料 跟他存資料 有的時候可以什麼 你自己先寫到自己這一台 OK 好 那我們先剛好中午吃飯休息一下 下午的話 我們再繼續看 好